你好 来自周围 大家 来自周围 第三届美容水镇漫旅艺术节开幕 市长陈其迈沿着水镇欣赏两旁的子丹艺术 同时也走访摊车市集 体验各家摊车不同特色 现场更与民众画家常及自拍合照 尤其是我们返乡的青年 能够回到自己的社区 一方面能够照顾自己的长辈 让我们农村有了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铸点计划 铸点农村青年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在今年 其实像我们水镇浴宿节 大概预算都不多 但是透过这种很巧妙的设计 就可以吸引非常多的人来到我们 这个人其实越来越多 那在网路上也好 或者是在假日在我们这个艺术节 其实都吸引很多我们市区的市民 甚至是外线市的人来到这里 我想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也是我们农村再生的典范 农业局表示 三年来与社区共同寻找百年水镇 再生的方法 以每年35万元预算 尝试水镇特色营造 并办理水镇市集 结合艺术打灯与摊车市集 让夜晚的美容有不同风格 到获好评 也为农村溢出经济活水